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乔伊小姐 那个我能帮你什么忙 哼 你可以通过死来帮助我 你这个笨蛋 够咯 抱歉女士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哼 你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相当生气的直接离开 然后就开启了支线篇章 乔伊的秘密 我们赶紧追出去稍微询问一下 到这座城镇的中间上方 你想要做什么小子 这位乔伊护士 你为什么要在PC这么生气 结果他的名字叫做蒂凡尼 Tiffany 别再叫我乔伊了 我也不再是乔伊 那些人会为他们对Samenca 杰克 还有我 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你说的他们做了什么 唉 你有没有想过 全世界的护士还有警官 为什么都长得一模一样吗 呵呵 也是啊 这确实是大家困扰心中多年的疑惑 在动画里面的解释是 他们全部都是一家人 可是蒂凡尼却说 我才是最初的乔伊护士 你所看到的其他人 都是我的克隆体 什么 Samenca军杀就是原来的军杀小姐 而杰克亨利是原来的亨利警官 他们都是克隆人啊 是啊 我们未经同意就被克隆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那些政府 卑鄙的人 居然把我们下药关在实验室 不停的克隆直到我挣脱 天哪 太糟了吧 那Samenca和杰克怎么样了 唉 他们在试图逃跑的时候 已经被杀死 所以你得帮帮我啊 这个嘛 我不能 你傻了吗 你难道没听清楚 他对我的朋友做了什么 他们把我们关在实验室里面 简直就跟囚犯一样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你要我去杀人 错 他们不是人 他们都是克隆出来的 根本一开始就不该存在 呃 这样子啊 但是 还什么但是 他们要付出代价 我今晚就要杀那个护士 相当生气的直接离开 把时间调整到晚上九点以后 我们再一次走到下方的PC 最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而刚刚的地反尼 可能已经拿了刀准备杀进去 够了 不要说服我的机翼弹 我绝对不会反悔 直接把他抓到旁边 嗯 小赤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破坏我的计划呢 这时PC里面的克隆乔一走了出来 刚好有一个路过的老爷爷跌倒 哎呀 我的腰啊 哦 天呐 先生你没事吧 咳咳 怎么办 他还发烧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否则这位老爷爷会死的 画面一黑几分钟之后 经过了一番抢救 老爷爷说 谢谢你啊 乔宜小姐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荣幸 对嘛 这就对了嘛 你看看 人家的举动是多么的有爱心 这些画面都让本尊Tiven你看到 原来如此 他也一直都在帮助别人 就和我一样 是啊 他们或许是克隆人 但同时也是真实的人类啊 有感情 有思想 又有决心要帮助其他人 所以他们真的不是坏人 嗯 思考思考 经过了刚刚的事件 还有我们主角的嘴盾 好吧 小赤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说看 请你照顾好我的吉利蛋 What 为什么呢 你别管嘛 小赤 还有这个故事不要到处乱说 政府都是邪恶的 他们躲在友好的面孔背后 毕竟就是他们囚禁了我 还杀死我的朋友 他们还想掩饰这一点 如果你告诉任何人 那你也会有危险 阿苏嘎 诶 什么 你为什么要 吉利 乔依的秘密支线篇结束 他刚刚是 他刚刚是自闻的是不是 我看看 他在死之前把伙伴托付给的我 护士吉利蛋 头上戴了一个护士帽 其实还蛮cute的嘛 好啦 其实就算 其实就算他们真的是克隆人 我也一点都不意外 要不然兄弟姐妹 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像呢 嘿嘿 走走走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去解下一个支线 到中央的希尔佛公司 他中央会有一个楼层 你们和这位程序员对话 他表示 哦 天哪 这些机器里面有病毒 我想要去修 但是我不是一个强大的训练师 那你怎么不买一个杀毒软件 或者从网上下载呢 因为机器里面有许多重要的数据 用反病毒程序的话 可能会意外的删除这些文件 所以我要自己进去修 呵 一个白光 他就直接跑到电脑里了 机器里面传来了声音 刚好年轻人 帮帮我 触碰屏幕 你就会被转换成计算机数据 网路大作战支线篇章 然后我们就被传送到数码世界 哇 太神奇了 是啊 你现在在机器里面 那前面这个是什么东东 那些是煤桃 有助于清除垃圾数据 哇 话说我已经找到了碎魁祸首 原来如此是一只三滴龙 也就是多边兽 他们通常被骇客用来攻击他人 以切举资料 所以请你帮我把它清除 嗯 没问题 上前跟他对话一下 哎呦 居然跑掉了 跑到哪里去了 嗯 这个位置 嘿嘿 你是跑不掉的 嗯 不过用遇野怪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遇到了 还是说这里还可以遇到其他的怪 全部都是三滴龙 我还以为会遇到这一只呢 其实刚第一眼我没有认出来 不过他这设计就是 洛克人里面的一个小兵嘛 天哪 好怀念 老子都几百年没有玩洛克人啊 我记得小时候用Gameboy玩的洛克人 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画面吧 呵呵 超怀念的 好好好 言归正传 直接先来把母体捕捉起来 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 啊 谢谢你啊 小赤 现在这台机器也没有病毒 请收下疫苗作为礼物 想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先告辞咯 OK Thank you 网络大作战结束 好啦 那没事的话就先离开 金黄市这里的剧情 竟然告了一段落 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城镇 使用传送系统到浅宏市 走右边进入道馆 好黑啊 伸手不见五指 不过远方却听到了一位少女的声音 父亲 我应该怎么办 嘿嘿嘿 阿信妹子我来了 结果在道馆的深处居然看到了阿姐 哦 是你啊 少年 什么 他就是那个打倒火箭队的男孩吗 干什么 想找打是吗 小子 哎呦 偷袭我 阿信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 父亲 你相信我 我已经够强大了 我会帮你打败他 直接向我袭来 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泰山压顶 直接压爆 最后赶紧切换 看我的十万福特啊 哪泥居然没有电死 不过没有关系 再来是瓦斯弹 都不进化的是吗 哇靠 大爆炸 还好hold住剩十一滴血 不行 还是让我的S上场吧 重挞 然后是真果球 该不会又要爆炸了吧 没有 对妹子发铁币 但是也后不住我的攻击啊 不算是太难对付了 对战结束 阿信喘着气 呼 我可还没有输呢 够了 你给我退下 我很失望啊 你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嘛 呃 是 父亲 我对你可没有兴趣 然后居然直接走了 阿信在后方哭喊着 父亲 求你别走 我会变得更强 拜托你不要走 然而阿杰走得非常的无情 哦 爸爸 呵呵 天哪 为什么要丢下我这个女儿 妹子不要害怕啊 接下来让哥哥保护你 嘿嘿嘿嘿 他说抱歉 之前我被父亲抚养成忍者 他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为 火箭队的宝贵资产 并且取代他成为浅宏式的道馆馆主 我一直遵循着他的脚步 看来这将永远是我的命运 嗯 女性的忍者啊 想想就很兴奋啊 嘿嘿嘿 好啦 虽然说打了一场架 但是那里 而并没有开通一个 而并没有开通一个支线哦 不过在这座城镇的右边啊 走到15号道路的位置 差不多右下角的地方 你猫到草丛里面 想办法去抓到一只六尾 等收服到了之后呢 跟中间下方的小妙对话 怎么一回事 啊嗚 为什么要这么害怕呢 哎呀 突然一阵白光闪现 我的六尾呢 跑去哪里了 嗚 呵呵 六尾变成了一条尾巴 这是要干什么 不是都说尾巴是越多越好吗 现在只有一尾 感觉就不强啊 不然呢 先抓吧 反正随着等级的提升啊 他也有可能尾巴 会慢慢长回来就是了 不过你们可以 跟旁边这个人对话一下 有听说过一条尾巴的六尾的故事吗 没听过 当六尾出生时 他只有一条尾巴 最终会生长并分裂成六条 然而在很久以前啊 有一只六尾出生了 可他的尾巴却没有分成六条 当时的萨满认为六尾是凶兆的象征 然后就被杀害了 尸体就被放在神坛辟邪 在那之后 杀害六尾的人死于非自然原因 徐顿认为这是那只一条尾巴的六尾的鬼魂 他要向杀害他的人复仇 后来由于害怕死亡 人们开始把活着的六尾放在神坛附近 让一条尾巴的六尾知道他们不是凶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人们这样做是为了好运 不管是真是假 每当我晚上走进神坛时 我都会感觉到一阵寒意 嗯? 所以说我刚刚抓到的那一个 也是一具尸体啊 这版本的尸体怎么这么多 总之啊 有空再来练一下 我先把它放回电脑里面 因为等一下还有一只特别的怪 我们走浅红室下方 再一次到双子岛那边 差不多是中间洞穴出来的位置 有一个叫做Snow的女生说 好奇怪哦 有一次当我晚上晕倒在这座山上时 有一个像宝可梦的雪人救了我 在晚上9点到凌晨12点之间 现在我的时间设定刚刚好 所以走到 走到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主角感受到一股寒意 好冷啊 糟糕 我快睡着了 啊不行 迷失在雪山里 要死去了吗 嗯? 你是谁 好像有人在搬运我 随后我们醒来 发现眼前是一只卡比兽 卡比 是有雪制成的耶 呵呵好cute哦 这么可爱的卡比兽 我们来捕捉一下 名字叫做卡比兽点雪 全身晶莹剔透的 先消磨一点血量 去把高低球物 差一点点 加油啊 这个血量应该是可以捕捉得到啊 good终于 好可爱哦这个 下来跟他讲一下 哦他没有反应 那应该就是纯粹捕捉了 我先到前方的红连岛去捕个血 刚刚被那个卡比兽喷一下 我们想到他居然会发几栋光线 然后我就直接解冻了 状态回复之后 我身上刚好有一个等级差不多的 126127 80 诶数值好像 数值好像也没有差很多耶 算了 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放在身上 暂时也是先放到电脑 好啦 结果都是抓到一些特别的怪 结果时长就拖的差不多了 要不然我们今天这期呢 就先到这边 反正在红连岛 刚好也有一个长篇故事 可以在下一集演示一下 好的 可以感谢各位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